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独立的一份天 独立的一份地 独立的一份时间 而时间的本身从来不会重复 对吧 时间不会停 不会倒流 不会重复 不会快 不会慢 对人而言 对我们现在你每分钟过去的时间 每一个小时从出生到死去 时间不会慢 我们会感觉时间有变化 但是呢 在我们人 这一层人的层面的时间的技术 它不会改变 对吧 它不会改变 这一层时间的技术跟我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肉体 跟我们现实环境中 中午该吃饭了 晚上该睡觉了 早上就得起来了 是一样一样的 如果人们有三班倒的 商业班的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物中在出现变化 两个星期一倒班 很多人赚钱很辛苦 两个星期一倒班 白班 中班 夜班 那倒的很多人都颠三倒四的 这边没倒过来 那又倒过来 那边又倒过去 对吧 那时间的不可重复性和没有两人一样的 其实就它表现出的概念就是 一切都是被设定的 一切都是被设定 只要有两人一样 只要时间或有快或有慢的时候 那一切都可以随意的 都不是被设定 那它最大的规律就在于 不可重复性和唯一性 不可重复性在个人上 在空间上 在时间上 都是不可重复性 都是唯一的 一点都不抽象 对不对 非常真实的 每一个人就像这个朝三暮四的人 那世界上的女人 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俩一样 总是有差距 你永远可以去追寻 永远可以去寻求你的欲望的满足 但因为它永远不可满足 相生相克的礼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人 天地人 对吧 如果你把天当成天 天地人的话 你看看 天地人受控于什么 受控于子丑隐谋 受控于时间 先产生天 后产生地 再产生人 对吧 人生活在天地间 而天地的形成都跟子丑隐谋 跟时间是挂上 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一年有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里面对称了二十四节起 它就是这么一套 就这么空着 一空一空来的 所以就变成了 我们常说十二门 十二金门 十二门人 其实他们可以修处 他们可以出去 他们可以突破了天地 对吧 他们可以突破了天地 而当他们突破天地的时候 应该没有 没有我 那是真正我 但当然在西方的宗教中 有一个 有个问题 中间出现了一个 出卖者 对吧 中间出现了 十二门人中 中间出现了一个出卖者 是 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 生命的概念 就是 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发生的一切 必然的 那有朋友也提到说 涛哥你不用太 昨天节目里 说你不用太险 太悲剧 其实谈不上悲剧 悲剧或者 或者开心 它的关键在于 生命 个体生命的 对自己的认识 人走到一定怜悯的程度的时候 他其实 他会感 对生命 会感触到珍惜的 原来听那么一个故事 故事已经忘了 不太完整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有那么一个山地 有那么个地方 有个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和 这个老和尚很好 这个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环境呢 周围环境也非常好 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说村下呢 有个女孩子怀孕了 有了孩子 孩子要生产了 这个 她是姑娘嘛 所以家里就不干了 就逼这个孩子 逼这个姑娘问 这孩子是谁的 这姑娘没招了 就说这孩子是那老和尚 哎呦 那那就下了 这个 这大家就不干了 那把老和尚给埋下了 那孩子没招就给生了吗 生了怎么办呢 这个 这个 就把 这个和尚就把这孩子 就给 就给弄走了 那就弄走了 多少年之后呢 这姑娘结婚了 跟自己相好的 结婚了 结婚之后 实际这孩子是跟自己相好的 所以她怕人 她是姑娘吗 她又怕把这男孩子 如何了吗 她就诬告这个和尚 结果她结婚之后 她又想孩子嘛 所以没招了 后来想想又回去 又去找和尚要那孩子 那和尚就像不一样的 又把孩子给他 孩子已经长四五岁了 又给他了 那后来大家就 这件事情就扯白了 大家就感叹这个老和尚 感叹这老和尚 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好 然后大家奇怪 就是说和尚当初 姑娘诬告这和尚的时候 和尚为什么不申辩 还把孩子认了 那现在呢 孩子养了 养大了 这个女的又不干了 又把孩子又领回去 她又把孩子给了 为什么 大家理解不了 就大概故事是这样 其实她讲了一概念 就是真正她 到了境界的时候 她的立足点不同 她不在 那当姑娘怀孕的时候 有了孩子的时候 姑娘遇到难了 她对错 那是她个人的事 但姑娘遇到难了 那姑娘遇到难 把这屎盆都 弄到和尚脑子上 和尚为了这个姑娘的难 和这个孩子得活下来 就接了 对吧 那几年之后 姑娘又想着 她就是他们俩的孩子 又想要回去 要回去又成人之美 要回去 所以和尚只在一个 生命的过程中 不在得失中 那在人 而在得失着人的情感中 人们就会把它 成为一种慈悲 对吧 但它的立足点 是在生命基础上 所以它在人中 但它又不在人中 它在人中 它老和尚就活着嘛 它就是人嘛 每天得吃饭 对吧 它又不在人中 它不在人的情感中 不在人的感受中 不在人的得失中 所以我以为 真正可能修行到 一定程度上 你会能体会到 自己有这么一份东西 这份东西 这份东西 其实你就 当有这份东西的时候 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会看到其中的乐趣 就是说 它的生命的一种所属 生命的所属 而当这些东西 包括在其中的时候 其实 那个老和尚 他真正修出去的时候 他不就看到了 人中的定数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定数 他知道 正是人中有定数 人中有这样的规范 而人中 人又是被神佛所造出 那乱七八糟 胡荒白柳就想 人生于淫 秦生于人淫 寿生于淫 所以人 秦寿是共生的 那 而天地是为人而存在 秦寿是给人做伴的 那秦寿 他给人做伴的时候 里面又走到 又走到另外一档 就是六道轮回了 六道轮回 那人可以转生秦 转生成手 转生成其他 那些东西呢 可能就跟人之间 就一定有关联 人中就出现了 斩妖除魔的故事 斩妖除魔的故事 既有定数 也有斩妖除魔的故事 所以刚才 我个人还在想说 游行结束了 跟大家分享图片 一定 因为视频呢 会有很大的 版权 这个会很麻烦 而且视频比较 还要比图片 出来的慢 结果苹果日报 就出现了图片 那跟大家 跟大家展现一下 分享一下 13万人上街 是什么样的 对很多人 都是陌生的 时间太快 人们也太注重自己的一切 太注重自己的一切 所以对发生的事情 连很多人 连23条是什么 都不知道了 那七一大游行 2014年七一大游行 如果03年的 16年前的 这个反23条大游行 人们就更耽末了 那这是一个 在近年来 十年来 我想有十年来 可能出现最多的 对不起 是2014年以来 出现最多的一次 人的具体 反对中共的概念 13万人上街 13万人上街 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到 这是标题 这张图片可长了 这张图片 是这么延伸下来的 延伸下来的 那这是它的 主要的游行的概念 反对送中条例 反对送中条例 意思是什么 我刚才上期节目说了 这种送中条例 就是什么概念 任何 中共政法委 政法委 公安局 或者说 深圳派出所 认为你犯罪 他就可以借助 如果这条条例修改的话 借助这个条例 到尖沙嘴 到香港 你正喝茶的 或者你正开车 正打工的 就把你抓走了 香港警察抓 抓完之后 给你送到深圳去 给你送到深圳 所以港深澳大桥 干这个事了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 这里面 香港里面 任何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概念 任何一个 过境香港的人 无论你是哪国人 但是呢 中共说 当你进入香港之后 中共如果说 你违反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 中共国的妄图颠覆 国家政权罪 他认为你违反了 为什么 你在这儿 我在这儿骂中共了 好 当你过境 香港的时候 香港海关 就把你抓了 把你抓了之后 怎么抓 这个条例 怎么概念 就相当于梦晚舟 在加拿被抓了 中共会给香港警方 给香港海关 一个长长的黑名单 那甭管我拿什么样的护照 只要一进他电脑 一进去 哗 哗 就给扣了 把手机就给摸售了 然后就等着 等着这个到香港 给你从香港机场 直接就给你 就直接给你送到深圳 直接给你过境了 基本就是 是这个概念 他一定不会像孟晚舟 现在在香港 在加拿大 住在香港银行 他一分钱首付都没付 都是香港银行的 默契纸给的这套房子 他不会住在那儿 你放心 你不会让你住在那儿 对不对 他立刻就给你抓了 所以他 香港人直接叫 反对送中条例 送中指着中共国 大家可以感受 这到底有多少人 这张照片是到这儿的 它是不同人照的 这是近景的 反送中 反送中 手铐 手铐 这是一个 很形象的概念 这是不同的街区 我不知道 这个已经 香港已经多少年 20多年 97年 是97去的香港 忘了 是97年去的香港 已经完全不知道 我去香港的时候 还是97回归之前 还是97回归之前 这个场面 他讲 这是一个在街口处 对吧 这是不同的街区 那香港应该就像 不像北京似的 应该他不像北京 都是他有一些街口 比如像 就像巴黎似的 它是五条街会的地方 这都有可能 这是香港警察 这个突出的是 香港警察拿着棒的 他的凶恶的概念 对吧 带来的是 我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改成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了 应该是 中共国的国会 这是香港警察概念 来突出他的形象 突出 这张照片的概念 就是突出的一种 一种 怎么说呢 很有趣的一种 一种说法 而这里面呢 香港 中国 哦 对不起 我看错了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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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就应该叫 叫那叫什么 行为艺术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对不起 这是假的 他照的是突出警察 他讲这是中共的警察 这是被抓的人 香港人会被送到中共国去 所以这是在街头 做的一个 街头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是游行的人 做出这么一个 就是行为艺术的概念 来描写 每一个香港人 这后面是游客楼 这都是游客楼 这买东西的 对吧 这都是游客了 这些是游行的 有些是游客了 周大鹏 这是卖黄金的 所以在一个闹市区里面 那他展示这样的说法 就是只要送中条款 被通过 那所有的香港人 所有到这旅游的人 都会在这个条款之下 受到中共政权的 法律上的约束 意思是什么 打死 打死 相当有想法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那就对了 刚才我们看到那张照片 这是在街区中心做的 那这是整个游行队伍 应该讲香港人很清楚 对吧 香港人很清楚 很有趣 香港地域太狭小 人口几百万人 他的生活呢 相当的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地域太狭小 那生活不容易的时候 人们会在这种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权益之下 在对比之下 特别是当伤害到他 特别是他意识到将直接伤害到每一个香港人 他就出来了 所以我以为 你看到13万人 是在这种 战中被打压的背景之下 林郑月娥上来更加邪恶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场面 那他如果林郑月娥依然还要强推这个法律的话 你会看到在7月1号 那会香港会爆棚的 会不会咱不知道 对吧 但是命运中 在正常的这种命理的探讨中 我们个人以为他会走到极致 很多事情会走到极致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我上期节目跟大家说了 林郑得了777张票 而当时大家都认为林郑是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会会 他会替习近平如何如何 他也确实替习近平如何如何 但他呢 他当出现在他身上出现 777张票的时候 是等于是给习近平中共定死了 定死在7的定数中 那是给他送中的人 你可以这么讲 是给习近平的共产党送中的人 只要习近平倒向中共的话 倒向中共 那这个概念是突出了铜锣湾数点 没想到这个牌子还有 铜锣湾数点 那铜锣湾数点的老板姓林的 已经在两天前逃到台湾 逃到台湾 所以这是他突出铜锣湾数点 而铜锣湾数点 整个故事引述的 就是说出现冲突的 在习近平身上 在习近平的身上 这是游行的人通过 流行的人在通过这个铜锣湾书局时 他做的标志性的拍照 很有想法的 他选的照片也非常有选法 有想法 那这个照片突出了是中间 这是中共的党旗了 应该是反送中的 那突出了整个雨伞运动 黄雨伞出来和各种各种的 这种 他的口语 标语跟口号 那这两个翻旗 这儿一个 这边应该原来 我们刚才看到另外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应该是游行的起始点 游行队伍的头 刚刚头 所以前面你看到了 这是拍照的记者 这应该是记者了 这个位置是记者 所以这是整张照片 在出发之后 所表现出来 一些标志性的人物 这可能是立法会的成员 各种代表自己的政党 代表着 这是应该是这个 被抓的 战中九子当中的人 可能是战中九子当中的人 那这是一种标志性的 所以 有篇另外一篇文章提到 对战中九子的 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宣判有罪呢 刺激了太多的香港人 香港人会认为 那那就是他们 战中九子被判 就是他们自己 应该是战中九子 这是戴耀廷 那这里面的 隐喻就非常清楚 所有香港人认为 他们都可以 他们都可能被治罪 那如果那个时候被治罪 将中过他们 如果这种遣送条例通过的话 他们的 他们的 这些香港人将被送到深圳去治罪 送到新疆去治罪 而不是在香港被治罪 那概念又 概念有着本质的差距了 那这些就是行为艺术了 撤回逃犯 条款修订 人人都是 人人都是逃犯 对吧 如果你定下来 人人都是逃犯 这是没错了 人人都是逃犯 因为 只要你反共 就是逃犯 而在香港有言论自由 对吧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劫社自由 游行自由 而这些自由 都是表达人们对 在香港直接了当 表达对中共政权的厌恶 那种反抗 那 而中共 已收回香港 香港是中国国土 对不对 那 你反对中共 你就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东西 这个罪名 已经超越了香港的本身 人大事法会给你这么解释 所以就 你将会看到香港的报纸 这么讲吧 苹果日报可能就完蛋了 那 这个 李老板可能 要离开香港 走了 那 他只能走了 他 他会出现一连串 一连串的东西 因为 他没出去了 否则的话 就给他抓到新疆了 上新疆 然后 他岁数大了 那肝肾的都不好使了 年轻就 年轻的 这些年轻的 肝和肾就好使了 那就好使了 所以 这是一个 人人都是罪的原因 他这里 讲过了 就是 逃犯条例超过了 23条 香港违规 大陆作监 大陆有监狱吗 那都是屠宰场 都是屠宰场 所以这是习近平给自己 确实给弄绝了 给自己弄绝了 这是游行的场面 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场面 基本上是概念 那这是游行队伍这么过来 走到主街 那警察把两边路封了 就是只给过街的 只给游行的人一条路 所以会促成了 造成了这种拥挤的现象 撤回修订 逃犯条例 这是完全突出了这个牌子 完全突出这个概念 这是相当相当 相当相当震撼的 抗命 对吧 迈港临灯下台 这是原来在 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是冲着 这个当时的这个 梁振英去的 类似的概念 那这是对雨伞运动的一种 一种回复了 对雨伞运动 所以这个 当打着黄伞出来的时候 对雨伞运动的怀念 对雨伞运动当时的 一种延续的表达 很清楚 所以这应该是 对那九个人 判刑本身带来的 这是另外一个 主导反大陆 港府好 没看见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 应该是同样的故事 描述的概念 它带着牌子不同 带着牌子不同 意思就是 当你通过了 引渡条款之后 香港人的结果 就是这样了 餐馆 卖日本面的 反对修订引渡条例 生意人一般很小心了 那餐馆 卖日本面餐馆 敢这么拿出来的 敢这么贴的话 就是大家反了 因为很显然 他可以随时完蛋 他自己也随时可以完蛋 既然书局的老板 可以被抓的话 铜锣湾书局的老板 可以被抓的话 他开餐馆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抓 老人 对吧 那老人如果站出来的话 你可以说 他为了他的孩子 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 他为了香港 这是他生活的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 对不对 很简单 你别跟我说什么 共产党人不共产 中国人不中国人 扯淡 扯淡了 真的是扯淡 爱国的每一个真正 愿意自己是中国人 共产党下中国人 爱国者 所谓的中共框下的爱国者 都是 都有着那种叫什么 被强奸者的快感 他苟且偷胸的概念 爱国者大多是被强奸者的快乐 印度条例 没看明白 这是在 这应该是个牌子 只能说这是个牌子 这个人 这是个人物 这是个人物 我忘了他是谁 因为咱不是很熟 但知道 不是很熟 但他知道是一个 是个香港有名的人物 这是个香港有名的人物 一个老人 一个孩子 这是对应的来的 那这是孩子的未来了 这些都是年轻人 所以 咱讲 手楼弹炸毛坑 集体民愤 那后来咱发展到 手楼弹炸了天安门的 天安门广场的公共措所 去年 去年洗头亭 去年洗头亭 明年莫叙有 他应该是引述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洗头亭应该是一个 引述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如果通过的话 明年 以莫叙有的罪名就可以抓 这应该 这应该是引述了去年一件事情 就是他修改引渡条例 是借用了某个具体的案子 来强加给人 这是个孩子 强加给人 然后以这个为借口 来进行修改条例 这是一个大场面了 只此一次 只限台湾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只此一次 其实这里面就说给台湾看了 送中条例 人人自为 这是相当震撼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出来 这种游行的概念 这张照片是非常震撼 这个概念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建议 五月八 1989年五月十九号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 有这个景色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 那这个景色呢 当时在前三门 就是前门楼的那个地方 地铁那天全都是免费的 那一头到西丹 一头到东丹 南边呢 我就忘了 南边肯定过了大事那儿了 到不到天坛 我就不知道了 北面因为是正好是故宫嘛 所以它主要是三个方向 把天安门广场都围了 但是我个人迹象 印象很清楚 这么多人的场面 从西丹一直到天安门广场 那头从东坛 那头到了没到建国门呢 应该是建国门都有人 但不会有这么密 那我刚才说的是 有这么密的程度 那天在北京出来了 有人说是两百万人 大概是两百万人 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讲 大陆人来讲 我觉得这都是年轻人 从来没见过的场面了 这是刚刚发生的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现在算两个小时 之前 那两个小时之前 香港政治 这是学生了 黄之锋他 应该是黄之锋他 那这是他们的 正标志了 那这里面他突出的 这个张照片照得很特别 就是说 他突出的是指 香港警察 跟游行队伍之间的对抗 那香港警察 不让游行队伍冲击到这边来 那而游行队伍的人数 就是足以他 要应该是让给他录的 但是呢 他香港不让 那正好 香港重置呢 年轻人的这个队伍 他们的中心的队伍的人 走到这个部分 那在战中的概念当中呢 就是雨伞运动 实际是 后来的香港 叫做香港重置 是这些年轻的学生 首先把那件事情提爆了 撤回修正 撤回修订 逃犯条款 这应该是 应该是这种概念 那在我个人眼镜里 觉得这张照片 突出的是两个男人呢 那这是个老人啊 这个年龄不得五十六十岁了 那这是个中年人 那两个人的眼睛 被聚焦在镜头上 那在整个大的背景之下 那你可以描绘 他们的坚定 他们的无奈 他们的被迫 他们人性的反抗 而他们只能够 今天只能够做的 能够做到 只能就是站出来 所以不同的人 会从两个人的眼睛里 读出不同的故事 但是呢 这个不同的故事的本身 却表现出 对中共的抗争 所以这是一个很具有一种 说明含义的 守护我成自由 人人都是逃犯 那撤回逃犯 条例修订 无奈 你只要修订 香港人全死了 香港就完全摧毁了 香港就是深圳 香港就是北京 香港就是深圳 香港就是北京 就是上海 你现在以习近平 做事的态度 你很难说 林郑月娥会撤回来 我个人也不太想 去做任何的预测 我们只想说 在这个过程中 前面有23条 03年 那到了十四年之后 2017年 对不起 到了十一年之后 2014年的雨伞运动 对吧 在五年之后 我们看到 都是类似的 从来他没有改变过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兵 那中共的代言人都没了 走了 但是呢 中共一直想吞噬掉香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立法会 这应该是游行结束的地方 这个场面 是2014年雨伞运动有过 9月28号的晚上 有这个场面 因为已经晚了 路灯已经亮了 对吧 那八点半的时候 我不知道香港 八点半是否 已经天黑了 差不多吧 那应该是 应该是差不多 香港港府以阻塞漏洞为由 要修改条例 那破坏港人 现实免被引渡到 司法落后地区的保护网 那香港人 港人及在港人士 那他不是香港人 但只要他在香港 途径香港 危在旦夕 那 逼爆了群众响应 逼爆了三条车线 大概这就是介绍今天游行的 基本游行的概念 是下午3点42分起步 3点42分起步 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 电影十年 导演可能面临 以电影入罪 因为他会 导演是颠覆国家成全罪 十年这个影片 是五个小短片的组成 在涛哥看电影中 我们看过 几十万人看过 跟大家分享内容 那我会把当时 涛哥看电影中的 十年这个片子 放在这个 这两期的节目下面 现在的场面 就是十年电影 十年这个电影里面 当年获得了最佳影片 那当时 当年获得了香港最佳影片 对香港影音界打击巨大 因为香港影音界 太多的人 都拿共产党的钱 所以对他们打击 非常大 林郑贼婆下台 送中条款 人人自危 一国两制 共匪谎言 宁入地狱 不求大路 这个话 中共超过地狱 处处集中营 人人皆逃反 我觉得香港 这个港人 对中共认识太 清楚了 去年洗头停 明年莫须有 是在这里 有这件事情 香港正泥流 泥流 向台湾问候 港府好阴毒 引渡反大陆 钻尽恶法控九子 中共港间 真可耻 这就是文化人的说法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概念 就上面这个概念 是非常 这四句非常非常清楚 宁入地狱 不求大路 处处集中营 人人皆逃反 一国两制 共匪谎言 杨先生的话 谈不上什么周末愉快 这个 但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